我看到有读者反映说 您对自己在红色中国扮演的角色缺乏自信 哪一个做商人没有做手套的功能 每一个都在做手套的功能 张扑利应该是段伟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线 您提到在京城的权贵中 有像太太帮还有秘书帮 温家其实是一个艺术 他们不是红色血脉出来的 所以他们其实是独立 就不会去跟他们联手做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是特别小心 不跟这些红色血脉去交集 过年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观点 我是唐祈威 今天观点节目的嘉宾 是这本红色轮盘的作者 旅行英国的沈栋先生 这本关于中国权力高层财富 段伟红和温家宝的夫人张培莉交往甚密 您说过段伟红是为您打开了这个中国经济 他一个处长管他一个处长 一个办公室里面三个人 管着全国机场的扩张 在那个位置对权力掌握的彻底性 这个认识我觉得是局外人 其实是了解非常不充分 那么我觉得第一个认识 需要对权力的这个中国 什么样人有什么样的权力 然后他的权力是会怎么运用 你又可以在他的权力的运用范围内 怎么可能得到他的帮助 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认识 是异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 中国的执行也是很不一样 在我的情况下是做机场项目 对吧 我们是占地三平方公里 我一期建了50万平米 就差不多是600万平尺的建筑体的话 那这个执行力本身也是一个需要非常强大 但是在这中间要克服的困难 那么这些困难又完全都是中国特色的困难 如果做一个项目 我们数了153个张 还57个张 打个比方说吧 我有一个部门可能大概五六个人吧 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公关 我在书里边也取了例子 就说你一个人在他这个办公室门口 伺候两三个礼拜很正常 上班早上他没上班 你先在那等着坐着 等他下了班你陪着 到晚上呢 等他送他送着他回家 这个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事情在国外这不堪想象了 段伟红被称为是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 您觉得段伟红有哪些过人之处 让他可以得到像 温家宝夫人张培丽这样的权贵们的青睐呢 我觉得他的表现欲 然后他的抑郁常人的这个记忆力 就是说表现欲 就是说他很愿意表现自己 然后把自己脑海这个东西展现出来 另外一个呢 他的记忆力非常非常强大 应该说他可能看完一本书 可能就可能你能把一页给你背出来 当他跟人交往的时候 他这种表现欲 然后他的这种展现的能力 那大家一听就觉得 这异于常人的 追求张培丽的人应该说 一条长安街都数不过来吧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何鹤立鸡群 对吗 跳出来 我记得您说过 您说我们就像给鳄鱼剃牙的小鱼 我想请教一下 在中国都是什么样的人 在充当白手套 这一行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规呢 什么样的人 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然后跟权力掌握者的这个 每个情况也不一样 反正我们跟温家的关系 跟可能其他人 跟其他红色家族关系也不一样 那么就算是在温家里面 也有人不同的人在和他们合作不同的事情 那我们的角色跟这些人也不一样 那情况非常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 大家的共同点就是 你得把这伺候的舒服 因为他是可以说随心所欲吧 就跟一个朝廷里边 他这个堂上养不同的能层 是吧 每个人他养的 或者说跟他合作的人 都是跟他用的功能 他是给你一个定位的 我有需要这些人帮我做这些事情 有需要那些人帮他做那些事情 所以大家的定位其实是不一样的 纽约时报2012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导显示 温家宝家族控制着至少27亿美元的资产 其中温家宝的母亲 2007年在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的持股金额 高达1.2亿美元 这些股票被登记在一家名为 宏泰的控股公司名下 沈栋先生的前妻段伟宏 正是宏泰集团的董事长 沈栋在红色轮盘中回忆到 在温家宝家族财富被曝光之前 根据双方的口头协议 凡是由张培丽介绍成的生意 张培丽都会拿走30%的回报 那从您这本书的描述来看 温家宝本人并不知道 他妻子跟你们之间的一些交易 不少人觉得这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您的回应呢 华人世界 因为大家对这个 鸿门以内的事情吧 了解太缺少 我这样的一个 曾经在里边的人 站出来公开说事情的人 基本上没有 所以大家都习惯 以阴谋论来推顿事情 很少有正处的 所以温家宝这件事情 这个确实是我的认识 就是说 不会说他不知道 我们是他的合作者 当然他当然知道 我们是他夫人的合作者 因为他见过我们 对不对 然后他夫人也经常提我们 对不对 但是他不知道他夫人做这种的 做的 这个商业板块的规模 纽约时报披露 温家宝家族敛财的事件 最终不了了之 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其实是 因为他报道 温家的问题之前 彭博社是报道了 习近平的清洗在香港的新闻 如果是单独 温家的事件的话 我觉得温家的承受的压力 和这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有了前面这个事情 再来在后边这个事情 那么他马上共产党 就产生一个抱团心理 就是说你这是一个国家的打击行为 打击我们政权的一个行为 所以就说抱团把这个事给压了 从您书中的描述看 就是温家在中国权贵中 绝对不属于敛财最多的 读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中国的权贵们 他们一个个都是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呢 这个我觉得去到他们这个成绩 这个应该基本上都不是一个大问题吧 那时候多少年前呢 可能06、07年吧 我去深圳 见深圳一个区的一个副区长 那你想这是15、6年前 16、7年前 当时他这个副区长跟我说 他在我们这个区区级干部一个亿美金以上 区下边的干部 区就区领导下一级的干部 一个亿人民币以上 那都是十几年前 那这还是一个深圳的一个区 所以富可敌国 你说20亿美金 就那大数吧 100亿人民币 我觉得这在他们这个成绩 基本上应该都是 我觉得是可以 我看您书中有一个数据 就是2005年的时候 中共给每个国家领导人家庭 1200万美元 也就是1亿元人民币左右 您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个数据 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定义是什么 大家有一个误读 我说的是他们基本上一年 他们的花费要1亿人民币 就当时 就从2005年开始 当时一个退休的常委 退休退下的常委 一年要花国家1亿 就是他身边一大批养的人 对吧 然后他家里边一大批要养的人 然后安全警卫 什么医疗 什么一年 当时就一亿 您在书中提到了 张培丽带着段伟红约见习近平夫妇 当时是张主动约的习夫妇吗 应该也不算是吧 因为其实我的了解 习上位做一把手 不是就是很早就定下来的 其实临到的很近的时候 到底习还是理还是有说法的 那么包括七常委里边 到底是哪七个对吧 也是也是没有定的 最后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我书也写了对吧 有人被拿下 那么改变了这个局面 作为他国家二把手吧 跟温家搞好关系 也是对习也是很重要的 据您的描述 习当时表现出来 非常的矜持 几乎都没有说一句话 这顿饭之后 大家对习的印象如何呢 就对后来习的执政风格 你们有意外吗 我觉得意外很大 其实他上位之前的 大概一两年 大家都在摸嘛 就未来下一届的领导 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 政局会怎么样的走 但是大家基本上 所有人的共识是销规造局 这个是一个没有什么能力的人 然后因为在福建 在浙江 他也没做出什么特色的政绩 也不是一个起眼的官员 那就看这几股传话 什么时候这股什么时候停 那所以事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当时其实是挺意外的 对 那就您的观察来说 您觉得后来 他是怎么样会一路走到他现在这个位置 首先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 对吧 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心之主 对吧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 其实从毛到一直到现在 每一个第一把手 其实都是有平衡势力的 毛其实也有很多平衡势力 门关大革命怎么来 那么就是他为了要 把平衡势力的势力给打掉 对吧 那么习其实是机缘巧合 没有了这个平衡势力 一个你那时候说那个八老 对吧 最后那个我记得是 薄一波07年死的吧 那么江呢也是 其实年纪非常大的 然后他上来的时候 中间他也是身体非常有问题 那么胡呢是天生性格很懦弱的人 所以他正好上位的时候 这些我觉得这些势力都是 大家这个以前的平衡势力 正好是一个断代 第二点呢 其实是就江和胡 这23年吧 这23年过来 其实大家已经习惯了一个 就是说以前说九龙治水 对吧 集体领暴基本上是一个国策 除了个别情况的 陈希同 陈良宇这种个别情况之外 大家都习惯就是说平衡 习惯妥协 有争斗 但这些争斗不会是要命 那么第三呢就是当然他这样 他用这种手段的话 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息 所以这些东西加在一起的话 以致他有这种走到今天 那您对温和习关系的这个发展脉络 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 温在帮习挫败当时这个潜在对手 薄熙来的时候又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个人看法是有几层的考虑在里边吧 这一个当然我觉得首先他是不认可 薄熙来这个人和他的这个做事方法和作风 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其实薄熙来本身这个 他其实想入场然后打走重庆那种唱红打黑的那种模式 本来就是一个见走偏锋的一个模式 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他的政治考量 他其实也是对自己的这个后续的这种影响力 也是有好处的嘛 张培莉应该是段伟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线 您提到在京城的权贵中有像这个太太帮啊 还有秘书帮啊 在这儿您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就是这些帮派是怎么形成如何划分圈子的呢 就帮其实是就说一个统称啊 我不会说真的是说就是七八个拜 他又回来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只是一个统称 因为他们是这个坐着这个权力的最信任的位置嘛 所以他们也是有有既有权力也有权力的光环 所以这个这个是对这个东西的统称 秘书帮同样也是对吧 至于说这个他们互相的交往的话 红色血脉他们其实是因为他们以前的这种关系的 他们经常会联手做事情 温家其实是一个艺术 他们不是红色血脉出来的 所以他们其实是独立 就不会去跟他们联手做事情 所以我们其实是特别小心不跟这些红色血脉去交集 基本上就打一比方说吧 这个我在书里边也有一些形容 就说你是红色血脉的话 你出生那个大院就不一样 他们成了一个体系 就算杀人放火 他在受的处理也是会不一样 任何一个官员 你要去动这个红色血脉 你面临很多很多问题 就第一 他的爷爷是谁 他爸是谁 他的叔叔 姑姑 那都分分钟都是一个正局级腹部级的人 他是一张网的其中一个节点 那这张这个节点出色的时候 这张网会来帮这个节点 那这张网是不得了的能量 你基本上是动不了这个节点 我们再回到您的书 您这本书回避了一些重要的细节 比方说非常重要的人物 像北京宏泰三大股东之一 金宜您有提及 然后有一些当权人物是否有贪腐的事实 也做了一些回避 我在想您写作的时候 首先我没有回避 就有很多人说我应该说这个 我应该说那个 我跟温家有关系 等于我知道温家所有的事情 这是一本要发行的书 那么你这不是写一本字典 对不对 那你如果以事实来说 你说这本书哪些部分是明确遗漏 而且你明确是真的 那大家可以讨论 如果以诸心论来说的话 这个事情没法讨论 所以我是写我经历的事情和我当时的想法 第一 我不是来今天告诉你 我什么东西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对这个东西没兴趣 我也不在乎人家说我是好人坏人 我不是来给自己扬名立案 第二呢 这本书我希望是有可读性 现在的对世界很重要的 就是说大家对中国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那我希望我这本书在这方面能做点贡献 那我希望这本书是广泛传阅的 而不是说一个什么是中国历史专家 或者中国问题专家 这一小撮人来看这本书 只有大众对一个事情产生某一个共识的时候 才能推动政治往某一个方向走 我看到段伟红失踪后您联络了很多人 包括有一些人在高位 段伟红曾经提拔过的人 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您 您当时有找过张阿姨 还有像王叔叔吗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写这本书 我没有任何顾及 就是说我觉得我不欠你们的 我说这些事情 就是说你们也没有站出来 帮他做了任何事情 这四年了 我相信这个以温家的这个余力吧 他真愿意去做一点事情的话 是能起到一定作用啊 不至于这个人消失了四年吧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欠他们任何一个人的 所以 所以您都有去找过他们 有人说就你说写这本书不是把事做绝了 这个那么以前那些关系的人 我觉得我这一路走来我从来就不欠人家 我没觉得 就是说我该回的报了 我也回报了 然后 然后有的东西我也确实没写 就是说如果我觉得这个对某些人 这个影响不好 然后这些人 我又觉得我有欠他人情 或者说起码 我不想伤害的人吧 我也没写 我写出来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不欠他们的 所以您其实在写的时候 您有自己的一个 删选的标准 那肯定有啊 那肯定有啊 就是说我说 我这本不是一个全级的字典 刚才您在跟我的聊天中 您说是好是坏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您 其实有读者反映说 您在书中还是 把自己当做一个英雄的形象 而且就是很多媒体采访您的时候 也是把您看作是一个 抗衡权力的这样一个 一个抗争者吧 但其实我看到有读者反映说 您对自己在红色中国扮演的角色 缺乏自行 因为其实您和段伟红 是这场权力游戏最后的牺牲者 但也是积极的参与者 不是后来段伟红被失踪啊 或者后来你们跟权力之间 失去了那种默契 可能您也不会站出来写这本书 我觉得在中国的每一个 能做出一些事情来的 都是积极参与者吧 红色血脉本来就是中国最大的资本家 只是大家在面上看不到的 大家在面上看到所有的人 其实背后都是有红色资本的 或者说大家说的白手套 而且我是说每一个中国出名的资本 你的叫都出名字的其实也不用说叫的名字的 我觉得说再说深一点吧 从一个开店的小范儿 你就开个小铺的间面开个面馆的 你也是个手套啊 都会是共产党认定的敌人对吧 就说这么一个定性也是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挺可怕的定性吧 那么所以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肯定不会写这本书 我也不认为我自己是什么英雄 我只是每一件事情 我只是干自己认为自己应该干的事情 沈栋先生说 在中国其实每个商人都是白手套 那么对中国富豪许家印 马云们的命运 沈栋先生会做如何观察 重庆前市委书记孙震才 落马背后有哪些政治权斗 二十大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否连任 更多沈栋先生的观点 请您关注下期节目 我是唐祺威 感谢收看 祝大家虎年如虎天意 健康平安 再会